东任的故事是从主人公得到一柄太刀的这一刻开始的 这是什么 在发光 咱家乃是建主中的一人 建一大人 是要丢下那柄萌刀逃跑 还是要和我战斗 自己选吗 据记载 极东之地的二十一把刀 也就是萌刀 能够赋予持有者各种各样的力量 打住 打住了 咱家还不想死 那么 要承认是我比较强吗 承认 承认了 咱家投降了 是能比较强了 据说 到最后被所有萌刀承认为最强的人 会被赋予足以称霸整个国家的力量 窃国之力 能够篡夺整个日本的力量吗 这不是挺好的吗 我也想当个国王试试呢 就由我来成为最强 当上这个国家的王 以上就是东人的框架设定 尽管在战斗中的落败者可能会被夺去性命 但大多数情况下 仍旧是对手直接加入主人公麾下的情况居多 主人公与剑仪后来又打败了名为客的少年 少年开朗地感叹二人的实力 并提出要入伙的请求 想在主人公成为王后混个将军当当 就这样 一行人一个接一个地击败敌人 同时也不断增加着同伴 渐渐组成了以新宿为据点的新宿集团 然而 聚集是同道和之人的组织并不只有他们几个 接下来要上演的一幕 正是新宿集团与色谷集团的冲突 为这场战争拉开帷幕的 是客与钱两个人之间的战斗 我们无论如何都非得战斗不可吗 虽然被父母蛮不讲理的硬塞了这把剑 以后被卷进了这样的战斗中 但我真的一点都不想战斗啊 扮演前的鸭志田朔叶颤抖地说着台词 作为一名备受青睐的2.5次元知名人气演员 他虽然轻浮好色 但却有着十分出色的演技 即使是钱这种与性格截然相反的角色 鸭志田也能以过硬的演技 滴水不漏地完成 面对这样的对手 扮演客的梅尔特 只能不甘心地在心里感叹 真是可恶 此时的观众喜上 雷田满意地称赞 鸭志田是个出色的演员 还感谢迪木把他介绍给自己 迪木则表示满意就好 不过自己还以为 这次雷田启龙拉拉赖 是为了打造一个 不会受到2.5次元标签束缚的舞台 对此雷田也并没有否认 这一点当然也是目标之一 但我真正想要的 不是让新观众 仅仅成为2.5次元粉丝 而是希望他们也能成为戏剧 这一体材本身的粉丝 所以啊 如果能像这样 调和出一种遵守着寄存套路 又再恰到好处打破 沉规的独特风味的话 不是超棒的吗 虽然我正是基于这个理由 才决定选择拉拉赖 但果然还是该说一句 不愧是他们呢 在尊重原作这一点上 哪怕放在整个2.5次元夜间 鸭志田都是相当有水准的 再将2次元的角色 重现在现实中这个领域里 他就是技术和方法的活字点 没有比他更好的版本了 而拉拉赖的各位 则是一瞬间就意识到了 他身上有多少值得学习的东西 就像干燥的海绵一样 迅速吸收着2.5次元的方法和药领 雷田滔滔不绝称赞着演员 还说加奈和阿库亚也很出色 称迪木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但唯独有一个人让他不太理解 那就是正在舞台上表演的梅尔特 论知名度 梅尔特也就一般般 演技更是是否能达到几个线都不好说 尤其是在新田里的表现 说到这里 雷田索性直接询问迪木 为什么把梅尔特安排进来 是不是看中了他身上的什么才能 却不了迪木的回答是完全没有 只是出于私情 还强调看到空位 就把自己中意的孩子安排进去 是人之常情 毕竟梅尔特长得好看 声音好听 演技什么的 慢慢花时间总会提高上来 这样雷田颇为不满 吐槽迪木能不能不要 把别人的舞台当练习场 迪木则再次露出了招牌式玩味笑容 不是的 我是觉得你也会中意他才推荐的 毕竟你最欣赏的 不也是那种一心一意 会努力到浑然忘我的孩子吗 迪木说话的时候 梅尔特正在舞台上 卖力地表演着 齐扮演的课大喊着 我才不会输 斩向对手 此前一直陪伴他训练的木刀 此刻正静静地插在训练室中 这把木刀十分显眼 因为他不仅挂着汉字 还有斑斑血痕 你看 他已经不是今天时的他了吧 现在的他 也在拼命努力地表演呀 就是这个样子 才能够留下爪痕 选用他这个决定 到底是不是失败 有个人会为我们进行评判的 会用这世上最严苛目光 审视他的人 就在这里呀 迪木说话的时候 雷天已经看向了 坐在身边不远处的吉祥斯赖子 他此时正全身贯注地 看着舞台上的梅尔特 初中刚入学没多久 梅尔特就被三年级的学姐吃掉了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让他明白 自己原来很受欢迎 即使什么都不做 也会有人自然而然地凑到他身边来 就连喜欢上的女孩子 也往往是主动向他表白 在班上 梅尔特随便嘲笑捉弄一下有趣的同学 就能轻松地收获笑声 以至于他产生了 自己也很风趣幽默的错觉 毕竟即使不特别付出努力 梅尔特也总能有任有余地做到任何事 比如收到知名事务所星探的名片 将此事告诉同学后 班级里立刻开始了种型捧月的称赞 同学们都说梅尔特肯定能红 还说他会和不知火福利路交往 见身边的人如此期待 自己又确实没什么钱 也提不起劲打工 梅尔特便带着随便作作就好的心态 踏入了演艺圈 此刻 梅尔特正在舞台上卖力地表演 但他的演技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认可 原作中 梅尔特扮演的客在这场战斗中 有着一股强者的霸气 但梅尔特却丝毫没有表现出这一点 本就对他颇为不满的赖子 看到其表演后不禁有些生气 他不明白 为什么剧方要在别人呕心沥血的创作作品中 塞进这么一个水平低下的人 与梅尔特演对手戏的压制田也有着差不多的情绪 在心里吐槽 梅尔特的演技比纯粹的外行好不到哪里去 说真的赶快给我消失啊 你这个只靠一张脸拿到角色 半点苦功夫都没下 只会拖后腿的废物 压制田以这样的心声调动情绪进行表演 带着不得不配合烂演技的不满 会一件展向梅尔特 而此时梅尔特的心思远比压制田沉重的多 他将自己视为一无是处的废物 他明白拍今天的时候 别人都在配合他的水平表演 也清楚那部名作漫画 因为他的缘故被糟蹋 梅尔特时常会打开剧版今天 直面自己的烂演技 他觉得这部剧不该变成这样 如果自己从一开始就认认对待 这部作品肯定能变得更好 每每想到这里 梅尔特都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带着这样的自责 梅尔特决定认真磨练演技 今天结束后 他便开始坚持每天晨练慢跑 因为表演老师说过 演员首先需要的就是体力 得知梅尔特晨跑原因的加奈 面露欣慰 这同样也是看到梅尔特 刻骨训练时底目的表情 在坚持不懈的体能训练下 梅尔特得以从容应对舞台上的打戏 即使相当大的动作幅度 他的呼吸也没有变得急促 这不禁让压制田有些意外 但他对梅尔特的态度 依然没有什么改变 毕竟舞台剧是给观众看的 演技决定一切 作为专业人士的压制田 能察觉到梅尔特的努力 但这并不代表外行人也看得出来 现场观众们依然在讨论着 梅尔特拉垮的演技 原作者阿比子也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梅尔特曾请教过阿奎亚 怎样提升自己的演技 阿奎亚给出的回答却是 被观众认为演技烂 也没什么不好 哪有人这样提建议啊 能不能说点更靠谱的 要是又因为我的缘故 糟蹋了一部作品的话 活 活 梅尔特紧张又焦虑地说着 阿奎亚见状也表示 自己的意思并不是要见死不救 而是要好好活用 演技拉垮这个优势 这样梅尔特更加迷惑 于是阿奎亚继续说了下去 你的重头戏就是和钱的对决 虽然要怎么使用 这一个月的排练时间 是个人自由 但就算你想提高整体水平 一个月也只是杯水车薪 那样的话不如把所有努力 都倾注到一点上面 你不觉得这样胜算会更高吗 被观众小看 反过来说就是他们的期待会降低 这可是娱乐作品的新闻套路 接下来我要说的话 你记清楚 在班上成天被捉弄取笑的人 比如说吐气又不起眼的眼镜女生 或者大家都觉得没什么长处的宅男 又或者是完全被大家看免的土豆演员 如果他们突然间 做出一些十分厉害的事 那不是超然的吗 就这样 梅尔特劳记阿奎亚的话 开始了专属于自己的特训 此刻的舞台上 一把太刀吸引了所有观众的目光 那正是梅尔特投掷而出的杀手锏 半空中旋转的太刀 反射着舞台的灯光 多目的滑落 在压制田惊恶的注视下 刀刃以优美的弧线 顺着梅尔特的右臂绕着手腕 就这样 梅尔特完美复刻了 原作漫画中的经典动作 剧场瞬间掌声雷动 完美复刻漫画的梅尔特 引得全场欢呼 观众们兴奋地讨论着 他与原作一模一样的动作 就连漫画作者阿比子 也看得满眼星光 直呼厉害 还说自己话的时候 根本没想到现实里也可以实现 并对身边的赖子 盛赞还原度爆表 而此时的赖子 则被梅尔特的表现惊呆了 演员休息区域内 加奈询问阿奎亚 梅尔特这番表现 是不是他出的点子 阿奎亚则表示 这没什么大不了 自己只不过是告诉他 演技憋角也无所谓 只要好好利用这个缺陷就好 能把这招磨练到现在的地步 靠得完全是梅尔特自己的努力 还说没人不喜欢这样戏剧性的反差 人在吃惊的时候 感情也会变得特别容易波动 碰到出乎意料的情况时 收集信息的能力就会被激活 这也是人类的本能之一 这样一来 观众就会在梅尔特接下来的表演中 感受到数倍于之前的意义 也就是说 要绝地反击的话 现在就是最佳时机 此时的舞台上 压制天仍在刚刚的惊恶中 没走出来 这种感情又恰到好处的 与其所扮演的角色情绪重合 居然给我整出这么个 莫名其妙的杂耍伎俩 重点根本就错了好吗 观众寻求的是演技才对 如果拿不出演技来 这种杂耍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压制天带着这样的想法 继续滴水不漏的表演 而此时的梅尔特也渐入佳境 这一幕是摆在初遇强敌手下的克 仅靠着一股意气强撑 兼致与对手战斗的情节 也是克这个角色 在这部戏里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梅尔特充满信念感地表演着 这样压制天对他的看法逐渐动摇 此前排练的时候 金田一总是让梅尔特别着急眼 要先多看看别人的表演 以做参考 观摩他人表演的梅尔特也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 自己这半年来 就算每天都认真听课 努力训练 和现场其他演员相比 也还是差得多 压制天等人不仅能够准确地理解登场角色的心情 还能如呼吸般 理所当然地将强烈的感情表现出来 只是有感情朗读剧本台词根本无法跟上他们的水准 想到这里 梅尔特看向阿奎亚一边 发现痴音正询问阿奎亚刀鬼对撬击的感情 还说研究对手戏角色也十分重要 毕竟旁人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倾注了怎样的情感 也能影响到人格的形成 梅尔特觉得自己是个脑子比较笨的人 因此根本做不到像痴音那样深度考察一类的事情 对于克这个角色到底是怎样的人 他也顶多只能模模糊糊地理解到一丁点 为了让自己更加了解角色 梅尔特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翻阅原作漫画 终于 在某个极动沮丧的晚上 翻看漫画的梅尔特顿悟了 克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被自己看不起的对手 打得满地爪牙 舍弃尊严 后看入目的奋力挣扎之后 结果也还是输了 真是太迅了 你又是为什么会露出这种 跟我一样没出息的表情呢 就跟我一样的 啊 这样啊 你是很不甘心吗 察觉到本来自以为很强大的自己 其实弱得不像话之后 既羞愧难当 又丢人现眼 你很不甘心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可就不能更懂了 就这样 痛苦的梅尔特与其所饰演的客 终于产生了共鸣 此刻的舞台上 完全投入角色的梅尔特 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演技 鸭志田惊讶地看着眼前脱胎换骨的梅尔特 发现他从眼神到指尖的每一个动作都在诉说着不甘于悔恨 其迸发的情感强烈到了连观众席都能感受的地步 因为排练期间的梅尔特几乎将时间都用在了不断挖掘 渗入这小段的感情之上 台上这短短的一分钟 凝结着梅尔特一个月的努力 在舞台上 梅尔特大喊着台词 我才不会输给任何人 这一刻 他彻底成为了客 他坚信这一分钟内 自己不会输给任何人 哪怕是拥有十年表演经验的鸭志田 事实证明 梅尔特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这与角色合而唯一的表演 震撼到了包括原作者阿鼻子在内的所有人 赖子更是被他感动得潸然泪下 你看 我果然没有看走眼吧 迪木一副意料之中的表情 对着雷田感慨 舞台上的主人公和剑怡 则出现在了败霞镇的客面前 告诉客 接下来就交给他们 就这样 梅尔特的重头戏圆满落幕 后台看到梅尔特的压制田 一边高举手臂一边朝他走去 而后突然一脸纤细的搂住了梅尔特 什么啊 你这不是挺行的吗 跟彩排的时候都完全不是一个样了呢 你这不是能在演技里注入感情吗 下一场也要用这种感觉来演哦 压制田快完梅尔特后 挥手离开准备再次上台 梅尔特则呆呆地站在原地 脑中回想起了拍今天的时候 阿奎亚的画 果然演技这东西 还是得看投入了多少感情 随后来到了阿奎亚面前 那时候你说的那些话 我总算是有点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表演还是挺有意思的呢 如是重复的梅尔特 露出了意犹未尽的享受笑容 见此醒醒的阿奎亚 也欣慰地笑了出来 是吗 你这家伙 竟然敢把我们的人伤成这样 看我给你一兆杯的风还 扮演剑影的加奈 投入地喊出台词 站在其对面扮演前的压制田 也从容皆细 却不料现场效果音 盖住了哈德台词 而这句偏偏还是首次提到 色谷集团这一重要设定的台词 就在压制田犹豫 要不要再说一遍台词的时候 加奈竟开始了即兴表演 少在那儿啰里巴缩的 什么色谷集团 天才不管这么多 只要把你们全部砍翻 咋也我们来结局这个国家 就行了吧 就凭爷这把剑 加奈的即兴台词 既强调了刚刚被现场效果音 盖住的色谷集团 又深化了剑怡的角色人设 在时间尖格的把握上 也仿佛剧本里本来就有这段班 恰到好处 这样压制田不免在心里称赞 他在配合方面的压倒性水平 并感叹 年龄就等于异龄的演员 水准就是不一样 能给人一种 不管在舞台上怎么乱来 都有他兜底的安心感 这也是压制田第一次碰到这么容易搭戏的对手 不过这二人的对手戏并不多 因为接下来的情节 是钱不战而逃 戏份随之转到刀鬼这边 淘宝成功的钱告诉刀鬼 新宿集团只是一群满脑子都想着 把对手打趴下的笨蛋 并询问要怎么应对 已经打过来的他们 刀鬼则强调 自己是完全听从公主调遣的心腹之人 于是钱只好无奈地吐槽 自己就不应该询问刀鬼的意见 还劝刀鬼多显露出一点人情味 而后与他一同来到撬机面前询问意见 对于这段剧情 原作者阿比子十分关注 因为这里是删改幅度最大的一段 阿比子和购啊 拿掉了撬机冗长的台词 只留下一句 若是拔出刀来便会流血 然而也是有事物 是不战斗便无法守护的吧 简单表明角色人设 其他复杂的情绪 都需要让演员用肢体语言表现 扮演撬机的赤音 则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仅靠富有厚重感的演技 就表现出了撬机身为boss的气场 即便只是坐在那里 便能从其渗入人性的演技中 感受到满意而出的纠结情感 不仅如此 赤音的表演丝毫没有做作的感觉 即使展现撬机心理的场景 被删减了很多 观众也依然能从其表演中 隐约理解角色的想法 面对赤音无懈可击说服力十足的表演 阿比斯面露喜色 不停在心里称赞 这个女孩好厉害 舞台上的撬机也终于不再惆怅 拔剑旋战 自此 场景进入了高潮部分 新宿集团与色谷集团展开冲突 主演们开始了一对一的对峙 赤音加奈这对演员宿敌 也迎来了他们的对手戏 还是老样子 宠我摆出一副 我的演技才正确的样子 到底是对我哪里那么看不顺眼啊 加奈带着这样的想法 倔强地看向赤音 随即喊出宣战台词 拔出刀来 撬机则紧握刀翘 不懈地表示 对付你这样就够了 亲把人看扁了 与角色情绪共鸣的加奈 投入地表演着 而作为其宿敌的赤音 内心也同样怀着某种觉悟 我是不会输的哦 加奈将 今时今日 我会站在这个位置 都是因为你的缘故 虽说这么久之前的事情 你应该不可能记得了 但我可是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 这么多年来 我都在等着这一刻的到来 孩童时期的赤音 是加奈的超级粉丝 她总是满怀憧憬地反复观看 电视中加奈的表演 还总是滔滔不绝地告诉妈妈 加奈真的很厉害 不仅是十秒就能哭出来的天才童星 长得还很可爱 面对大人也毫不胆怯 能把自己想说的话 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 见女儿如此崇拜身为演员的加奈 赤音爸爸直接提议 让她也试试学习表演 妈妈也十分赞同 还说自己前不久 刚拿到儿童剧团的宣传单 然而 赤音却对自己并没有什么信心 可 可是我肯定做不到的了 我这么怕生 有胆小 什么都做不好 见赤音表现得委委缩缩 父母更加坚定了 让她通过学习表演 自信起来的想法 爸爸更是告诉她 如果真的成为了小演员 那说不定能和加奈交上朋友 看宣传策的赤音也刚好在此刻翻到了加奈那一页 就这样 带着如果能和加奈这样成为朋友 我一定会幸福到要死的希望 赤音加入了紫阳花儿童剧团 为了能变得像加奈一样优秀 赤音拼命地努力学习 还会模仿加奈的造型 只为让自己变得更加接近加奈 当时的赤音真的十分喜欢加奈 直到她与加奈初次见面的那一天 这是赤音与加奈第一次相遇的故事 当时十分憧憬加奈的赤音 以加奈的经典造型参加小演员试镜会 在妈妈与熟人聊天的时候 独自跑到自动售货机处买饮料 并艰难地拧着瓶盖 此时一位工作人员刚草漏过 便将赤音错任成了加奈 于是热情地帮助她拧开了瓶盖 还告诉她不用紧张 因为这个事件只是走个过场 加奈早就内定好会被选中了 就在此时 真正的加奈出现在了二人面前 发现自己认错人的工作人员 灰溜溜地离开 终于亲眼见到偶像的赤音 则十分害羞地对加奈打招呼 一边拉帽子 一边介绍自己是她的粉丝 但加奈对她的态度却颇为冷淡 直言一看就知道了 刚才那个人说了很奇怪的话哦 说这次的事情 已经内定好会选上加奈将了 应该是搞错了吧 加奈将是不会做这种耍诈的事情的吧 赤音边说边尴尬地笑着 她希望加奈能亲自告诉她 没有内定这回事 但却并没有得到期待的回答 加奈先是反问赤音 就算自己做了那又怎么样 随后直接告诉她 这就是已经定好结果的比赛 虽然为了贴层金 还是走一遍事情流程 但实际上一开始就已经决定好要选自己了 这番话对赤音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她追问加奈真的觉得这样好吗 结果激怒了加奈 那不是当然的吗 既然能拿到工作 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看你是完全没高动呢 像你这种边缘小角色 只要演技还凑合 谁俩眼都无所谓的 哪样的话 用我这样知名度高的才是正常情况 重要的就只有能不能来钱罢了 脾气演技好的孩子 还是知名度高的孩子收拾力会更高 所以当然启用知名度高的孩子更好了 演技什么的 根本就无关紧要 加奈大声对赤音悬泄愤怒 赤音则缓缓流下了眼泪 她反驳说 加奈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 演技对加奈来说才不是无关紧要 但话还没说完 便被加奈打断 说的好像你很弄一样 你那顶帽子算什么啊 蠢子了 我最讨厌就是像你这样的人了 别再模仿我了 加奈边喊 边将赤音的帽子拍落在地 这就是二人首次见面的最后一幕 从那以后 赤音一直在思考 加奈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话来 因为实在搞不懂 赤音便努力拼命学习 翻遍了各种心理学类的书籍 到了现在 她总算能稍微理解到一点理由了 你很害怕对吧 眼看着表演方面的工作逐渐减少 反倒是唱歌这类事情更能赚钱 而且那样也能够得到大人们的夸奖 你想要别人看着自己对吧 你想让别人需要自己对吧 配合着周围的步调 配合着周围的节奏 一丝不苟地履行着周围向你所求的职责 这么一来就可以在大家的陪伴中走下去 你是这么想的对吧 但这样的做法怎么能行呢 这样的演技又怎么会正确呢 过去的我曾经喜欢的不得了的加奈将 是要更加任性妄为 有着压倒一切气场的演员哦 她从来就不是什么 硬衬其他星辰的存在 而是靠自己就能发出耀眼光芒 如太阳般耀眼的演员 现在的加奈将 我很讨厌 真的很讨厌 你一定是被身边的大人们 一遍遍说着 给我配合一下周围 所以被剪掉爪牙 磨平棱角了吧 加奈将应该展现出的 应该是更加锋芒毕露 更加帅气厉害 仿佛要把周围所有人都吞噬掉的表演才对吧 一味放慢自己的脚步 配合周围是不行的 你得拿出让周围不得不配合你的水平才行 看着吧 我现在已稍微坐得到了哦 那种仿佛要把周遭一切都吞噬掉的演技